注意看,这是当年两位实力歌手之间的巅峰对决 从两人的歌声可以看出,无疑是张宇生更胜一筹 只不过在华语乐坛中,从来都不缺少实力唱将 也从来都不缺少创作型的歌手 但同时又有实力又能够创作的歌手,张宇生无疑是这其中代表性的人物 只可惜天度英才1997年,年仅31岁的张宇生因车祸不幸离世 但他的歌曲却永远流传了下来 尤其是这首《大海》,相信很多的80后一定听过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就像带走每条河流 所有生活的伤,所有流过的泪,我的爱 全部带走